老媽媽重回女兒生前的工作地點 白髮人送黑髮人 眼淚止不住 每天盼著孩子下班回家 但盼道的竟然是孩子 在工作途中突然猝死 家屬私下掉月監視器 当时是傍晚五点多 罗姓女员工独自从冷洞库出来 晕眩呕吐 接着趴在纸箱上倒地不起 送医不治 她有高悬崖你们知道吗 我当下的反应真的是傻了 你知道你们为什么这样要害她 事发前一天 加班到晚上十一点半才下班 隔天上午七点就上工 五点十五分监视器拍下昏迷身影 直到六点才有同人发现 但到院时已经来不及 家属控诉 长期加班超时导致高血压 加上长时间待在冷洞库工作 最终过劳致死 老检看过的结果也是如此 就是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其实都有提供给 检方的单位 老检单位 所以其实是 现在是没有问题 但我们一定有最大的诚意 要跟家属持续沟通 没有 这间连锁卖场以整修为由 并未营业 业者出面澄清 并未超时工作 但对家属而言 女儿为了工作尽心尽力 在工作中丢了性命 实在不值 这是龚玉德台中报导 一路 重力 二路